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2 要说史上最PPT的手机,现在看来无疑就是安卓之父操到的Essential PH1了 拖了三个月之后,今天首批预定者收到了安卓之父鲁宾的邮件回复 正式确定Essential将会在7天之后发货 不过首批发货的仅限黑色款 另外Essential背后的投资者还有腾讯 相信行货应该也在快速准备中了 不过价格吧,应该会比较感人 今天外媒曝光了一组华为的媒体邀请海报 从海报来看,华为将于10月16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新品发布会 而本次发布会的主角按道理来说应该就是Mate10了 要说这一次华为Mate10保密工作做的还挺不错 目前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仅有新机将搭载全新的麒麟970处理器 采用全新的全面屏设计,第三代莱卡双摄和集成人工智能AI的新系统 不知道这一次杠上了全面屏的iPhone8结果又会如何呢 还记得当年那款双面屏的手机YOTA Phone 2吗 现在YOTA手机正式发出邀请函 邀请各界来宾到俄罗斯领事馆共同见证YOTA 3的到来 该手机定位阅读手机 而且邀请函中还提及了独创的双屏科技 由此可见该手机依旧延续了双屏幕的设计 这可能是手机发布会最高的规格了 但是就不知道这个手机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了 即将发布的新iPhone居身会装备无线充电功能 现在微博网友曝光了其无线充电的内部组件 Apple Watch早已经加入了无线充电功能 想必苹果在该技术上已经掌握得十分熟练了 按照苹果的调性 无线充电器肯定是需要单独购买的 而且一定不便宜 不过有钱买iPhone8的人也不差个买充电器的钱吧 下周一晚上19点30分 小米将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 发布千元机红米Note 5A 由小米公司总裁林斌担任主持 林斌表示 红米Note 5A将主打高颜值高品质 以及超高的性价比 不出意外的话又将是一代价格屠夫 同时雷军也称该机的仿金属外观做得非常漂亮 那么对于这样一款仿金属的手机 大家觉得值多少钱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vager.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和vager 获取每天最新的推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